妈 你看怎么回事啊 哎呀 妈 不用说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不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说你不能去 你就是不能去 妈妈是你的监护人 再说还有律师叔叔呢 你让你找去 事情关系到了我 我有权了你知道 好好好 等你放学的时候 妈妈来接你 全都放送你 好了吧 哎呀 妈 不许跟妈妈顶嘴 好好上课 听话 走了 你把小超弄得干嘛呢 你都不进去吗 根据以上事实 我的当事人需要向法庭 重申的诉讼请求是 司马博明对他 在此之前的违规主动 必须向我的当事人 郑重道歉 司马博明 必须向我的当事人保证 在今后司马小超 尚未成年的时间里 未经我的当事人 允许和在场 绝不允许司马博明 私自会见司马小超 被告 被告 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法官先生 诸位陪审员 首先 我想指出的是 原告的律师 提出的诉讼理由 不完全是事实 我的确是去见过我的儿子 司马小超 那只是在他学校对面的马路上 我远远的观望 并没有构成会面 这样一个行为 与情与法 在座的各位 除了原告和原告的律师 我想不会有人认为 会有什么不当的地方 其次 我恳请法院能够 对我们的离婚协议 做出审议 修改其中的一些 不合理的部分 哪些不合理的部分 比如说我跟司马小超的 见面的有关规定 就有相应的一些部分 需要得到修正 反对 既然有协议 就应该严格按照 协议处的规定执行 这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公民 都应该克成的原则 我想司马博明先生 作为一名知名的主任医生 不会连这一 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 被告 你有什么要对法庭说的吗 谢谢老婆记者 有一点我想提出来 在这场争执当中 我们忽视了一个根本的 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司马小超本人的感受 和他所应有的权力 你怎么会发生 最重要的 告诉我 司马小超有权享受父爱 他应该跟所有健康的孩子一样 在享受母爱和父爱的同时 能够健康地成长 而事实上 我作为他的父亲 也一直渴望能够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所以我恳请法院 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谢谢 如果有必要 法庭会当面询问一下 司马小超本人的意见 报告法官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您的询问 你是司马小超 是 请双方当事人回避 报告法官 他们是我的父母 我希望我在回答学院的时候 他们都能在场 请法官批准用的请求 你需要你父亲的爱护和帮助 愿意接受他对你的关心和帮助吗 我反对 我的当事人袁卓 是司马小超的母亲 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离婚协议中明文规定 没有监护人 也就是我的当事人 袁卓女士的允许 司马博明不得 私自接触司马小超 这是在尊重 司马小超本人意愿的前提下 做出的规定 因为司马小超曾经说过 他再也不想见到司马博明 不想这个人 再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司马小超 这是不是你曾经说过的 这的确是我过去说过的话 我现在知道了 我错了 我不希望我将我父亲的权利 被代替 甚至剥夺 我也不希望我母亲 和我父亲之间的怨恨 在我身上继续 我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关心和帮助 谢谢法官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小超 你给我站住 你不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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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